中国航班 高空突然下坠 广东200多辆车连环爆炸 突发 侧鹰 鹅庸冰 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卫星公司 中医师 李大师道破天气 警示示人 1月27日 有网友在推特爆出 广东4.7公里隧道里面 二百多辆车连环爆炸 不知人员死伤数量 贴图显示 事发地在合园市金花隧道 网友说 4.7公里隧道里连环车辆爆炸 我的车也在隧道里面 人跑出来了万幸 车没了就没了 里面好多人跑不出来了 同时还附上了流泪的表情包 还有网友发消息说 金花隧道内发生火灾 大批市民狂奔 跑出隧道 据说是一辆电动车 暴然形成堵塞 造成了事故 令夕 1月25日 从陕西西安飞往浙江温州的国航CA8524航班 在高空中遭遇强气流 发生剧烈颠簸下坠 机舱内乘客发出阵阵尖叫声 一名男乘客用手机录下视频和遗言 以防补测 视频画面显示 从机舱窗户可以看见飞机的机翼一直在晃动 画面突然剧烈晃动 机舱内男女乘客一同发出啊啊的尖叫声 拍摄视频的男乘客事后对费点视频讲述了当时的经历 翅膀震动了几下 然后忽然就下坠 全飞机的人都在尖叫 下坠了两下 然后就保持稳定了 他说 心里好害怕呀 当时就用手机录了一个遗言 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虽然出事概率很小 但是一旦出事就是灭顶之灾 值得庆静的是 此架航班最终安全降落 不过一年前的东航MU5735航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至今也不知道坠毁的原因 2022年3月21日 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 800克7 在从昆明飞往广州的途中 突然从巡航高度8900米高空 机头朝下急速坠落 飞机上132人全部遇难 专家认为 MU5735航班垂直坠毁很奇怪 1月26日 美国拜登政府扩大了对俄罗斯的雇佣军 瓦格纳集团及相关公司和个人的制裁 其中包括一家中国长沙的科技公司 因为他们帮助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美国参议院敦促拜登政府就俄乌战争问题 应对中共和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据美联社消息 这家被制裁的中国公司是长沙天翼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向瓦格纳集团的附属公司提供乌克兰的卫星图像 以支持瓦格纳在那里的军事行动 周四的制裁公告将瓦格纳集团重新指定为重要的跨国犯罪组织 瓦格纳集团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伙伴拥有的私人军事集团 美国国会两党立法者小组在周三提出了追究俄罗斯雇佣军责任法案 民主党众议员史蒂夫·科恩在一份声明中说 瓦格纳集团经营的地方暴行随之而来 哈尔姆法案将把普京的私人雇佣军组织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 并让全世界知道其活动既邪恶又非法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敦促拜登政府 在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应该对俄罗斯的盟友 特别是共产中国和伊朗实施更多的制裁 并且要更快更远 近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首次公开发表 为什么会有人类疑问 开示人类的起源 对人类的终极问题给予解答 在华人圈引起很大关注 看中国近日采访了 屡居加拿大的资深中医师赵忠元 他表示自己非常认同此文 李大师这次罕见仅是人类 想是人道破天机 人们应该警醒 提悟文中道理并予以实践 赵医师谈了 他对李大师开宗明一讲 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的理解 因为世界遇到了危机 作为一个先知 他已经遇见了这个危机 为拯救人类 他有责任把这些说出来 其实呢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遇见到了 而是他自己就已经亲眼见到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天道优威啊 不能够用人心来揣测 他表示 文中提到创世主只派神造了人类 人生在世 在轮回转生中积累福德 为的是铺垫回天之路等道理 能圆融解释基督教的创世说 回天堂以及佛教回西天极乐世界的说法 整篇文章值得世人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学习和实践 佛度有缘人 有缘的人听着李大师的开示 可能有所启发 不是说哪个人都能得度 看你有没有这个根基 有没有这个命运 作为一般人来说 当你不明白先知的话 给你的点误的时候 一般人理解不了的时候 咱们只能沿着他指出的路去做 去修炼 对于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开示的 人生在世应该怎样活着 赵医师也非常认同身处逆境时 人仍应坚持行善不作恶 赵医师说 只有你经过了苦 然后你经过了辛苦环境的锻炼 你又没有改变你自己的初心 这个世界就好像是烈火 只有真善的人才能经住住这个烈火的考验 十几天见证 上百人丧命 瘟疫肆虐之气 开始天机 用意何在 赵医师透露 十二月初从国内清零政策刚放开前两天开始 短短十几天 他就见证了上百人从染疫到出现高烧白肺的症状而去世 行医数十年 他从未见过一种致命的病毒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开来 他透露 那段时间 大批国内的病人找他远程看诊 让他给开房子退烧 很多人都是白肺 许多老人根本都没出过屋 就直接病危了 死去的老人是一批一批的 赵医师说 我有一个朋友 自己跑到可可西里去了 你想想 跑到西藏那去了 那边什么人也不接触 他自己就痒了 我都没见过 他传播的速度太快了 就跟浇好汽油 全国各地同一时间点火 当时 我所在的微信群 大家都在讨论 疫情为何如此快速蔓延 结果被当局疯了 不让民众探讨病毒的来源 赵医师指出 这场瘟疫是因 中共作恶多端 遭到了神的惩罚 李大师此时 开始天机 是为救更多的人 赵医师说 中共是反人类的 建政以来一直祸国殃民 杀害数千万国人 对法轮功学员 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中 甚至活摘器官 现在很多青少年 也成为受害者 中共高官 很多靠不停换器官 严惩寿命 当年 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徒 遭受四次瘟疫被灭国 如今世人 若对中共的作恶 保持沉默 就是邪恶的帮凶 我希望中国人 都起来反抗中共的暴政 这才是真正的善良 除恶就是行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